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 今天我们继续看美剧《行尸走肉》第四季的第七和第八集 上回说到监狱瘟疫成功解决 但为了卡洛尔的安全,瑞克无奈选择放逐他 而总督这边攻打监狱吃亏后 得力助手马丁也离他而去 在流量的日子里,意外结识莉莉一家 总督带着他们一家人开车寻找新的庇护所 期间遭遇丧尸攻击 总督与莉莉之女梅根掉入深坑 解决掉坑里的丧失后 总督才发现挖坑的不是别人 正是昔日的手下马丁 他将二人救出深坑 如今马丁组建了一支小团队 并成功建立了营地 他表示总督可以带莉莉一家加入自己的队伍 不过有两个条件 第一,他现在是队伍里的一把手 凡事都得听他的 第二,加入团队就要有所贡献 不能成为累赘 为了莉莉一家 总督便同意了马丁的要求 莉莉告诉总督 自己想发挥专业所长 在营地里建了一个护士站 这样也算是有所贡献了 但总督却不建议他这么做 在他看来只是暂住在这里 随后总督跟随马丁一行人 外出寻找补给 今时不同往日 寄人篱下的总督 也免不了被马丁手下米奇一番嘲讽 在树林中 他们接连发现两具断头的军人尸体 身上还被挂了罪名牌 分别写着骗子与强奸犯 紧接着几人又发现一处临终小屋 屋主躺在门外死了 身上的牌子显示 他正是杀死两位军人的凶手 总督在屋主手上 发现一张全家福的照片 房间里有丧尸的动静 马丁差遣总督打头阵 总督十分淡定地 带领大家走进房间 突然他们被两只丧尸袭击 正是屋主的妻女 总督速度解决了他们 而在房间的地板上 那两个军人的头颅 还在眨巴着眼睛 此情此景不正是 总督过往生活的缩影吗 断头对应着水缸里的头颅 而自己斩杀别人妻女的画面 也和当初的刀女如出一辙 看着这家人的合照 总督不免陷入沉思 这时马丁告诉他 要不是当时梅根也被困深坑 我是不会救你上来的 紧接着马丁说道 感觉你和以前不一样了 意思就是变得和尚很多 总督听完点了点头 米奇找到一些啤酒 四人开始边喝啤酒边聊天 总督问起米奇 和另一位手下皮特的职业 米奇曾经是开冰淇淋车的 后来当了军人开坦克 为美国陆军服务 灾难发生后 他开着一辆坦克离开了部队 这正是马丁营地中 为什么有坦克的原因 至于皮特 他曾是驻扎在 本宁堡军事基地的陆军 皮特询问总督 灾难发生后 他都在忙些什么 好汉不提当年勇 总督只说了两个字 生存 莉莉家已经非常适应 营地里的生活 姐妹俩大赞马丁管理的很好 这话让总督十分扎心 独自走到一边 其料梅根也觉得 营地是个好地方 总督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 散场后 马丁还不忘吩咐总督 去修理漏水的房车 马丁并不知道 这一番操作 已经在无情中激怒到了总督 总督正准备修理房车 马丁突然带他来到车顶 要在这里打高尔夫 还让总督给自己当球童 又是地球 又是地啤酒的 马丁天真的以为 莉莉一家改变了总督 也确实打心里 把总督当成了小弟 马丁告诉总督 当初自己和另一个兄弟离开你 可这个兄弟 后来精神出现了一点问题 最后掉进深坑 被丧尸咬死了 马丁表示 自己可以分享一些权力给总督 这样可以更好的管理团队 总督这种人 怎么可能甘愿接受别人的施舍 想要的东西 他一定会不择手段 久过三旬 马丁显然有些醉了 总督趁其不备 直接把他打晕 然后拖进深坑里 活活喂了里面的丧尸 由于此前 马丁的兄弟就死在深坑中 加上醉酒 大家顺理成章认为 他因为喝多了 不小心掉进了深坑 没有人怀疑到总督的头上 皮特顺势上位 表示自己将暂时接管燕地 随后总督跟随皮特 密切二人出去寻找补给 小树林里 他们遇到另一波小团队 大概有十个人 米奇建议大家抢了他们的物资 可皮特心地善良 不愿动手 表示靠自己也是可以找到物资 然而最终 他们只找到了一点点东西 等到返回时 还发现此前的小团队已经被其他人洗劫一空 人也被杀光 这把米奇气得不轻 要是早动手 物资就不止于落入他人之手了 一回到营地 总督就让莉莉赶紧收拾行李 他要带莉莉一家离开营地 在总督看来 皮特太过善良 恐怕没能力保护大家 况且周边还存在其他掠夺者 随时可能袭击营地 趁着天黑 总督开车带大家连夜出逃 起料前方一处丧尸泥潭堵住了去路 狮群在泥潭中不断挣扎 总督下车查看却也无计可施 既然无法逃避 那就只能面对了 最终他们又折返回营地 隔天一大早 总督借故进入皮特所在的房车 正其不备直接背后捅刀子 紧接着找到米奇 看到总督拿枪对着自己 米奇不敢伸张 让总督上了房车 总督并没有杀他的意思 毕竟米奇会开坦克 留着有用 而且他也不像皮特那样富人之人 米奇最终同意帮总督做事 无辜惨死的皮特 被总督偷偷沉尸湖底 他再次欺骗众人 表示皮特是在外出找补给时 不小心被丧尸杀害的 至此 总督成为营地里的掌权者 随即开始部署各项工作 他让人不断加固营地的周边 节约子弹 若非必要使用弩箭即可 遇到陌生人尽量避开 要是发现其他营地 务必及时向他汇报 这天 梅根在营地中玩耍 不成想遇到一只丧尸 差点被袭击 所幸总督及时出现击毙丧尸 但这件事也让总督确信 营地并不安全 他需要找到一个更可靠的地方 总督想起了一处绝佳的地方 正是当初自己败北的地方 即瑞克团队所在的监狱 总督开车来到监狱附近的小树林 开始观察里面的动静 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地方 此时监狱刚刚摆脱瘟疫 众人终于能稍微喘口气 瑞克父子对监狱外总督的出现毫无察觉 更要命的是 总督还在树林中意外的发现 正在处理感染者尸体的刀女和贺谢尔 再次看见刀女 无疑让总督怒气直飙升 他毫不犹豫举起了手中的枪 总督并没有枪杀二人 而是抓住他们成为自己的人质 为了顺利拿下监狱 总督在营地召开动员大会 现在他们急需找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顺势总督就提到了监狱 瑞克一行人在他口中再度成为恶人 总督强调 现在手上有人质 也许不需要任何流血就能拿下监狱 他的一番说辞成功洗脑众人 事后莉莉独自找到总督 他认为用人质交换监狱不道德 更何况不能完全避免冲突发生 到时肯定会有伤亡 可总督却解释称 自己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和梅根啊 眼看总督心意已决 莉莉也不便再说些什么 此时刀女与贺谢尔被总督关在房车上 总督假仁假意表现出一副很友好的样子 他说道自己绑架二人不是为了报私仇 而是想通过和平方式拿到监狱 贺谢尔劝说总督可以和瑞克他们共享监狱 大家一定能找到和平共处的方法 然而总督是不可能和人分享一件东西的 要和瑞克以及刀女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完全不可能 行动前 总督将莉莉母女安置在湖边 虽然湖对岸有一些丧尸 但总督认为丧尸难以涉水渡河 监狱中 格伦虽然及时得到救治 但身体仍然很虚弱 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达利尔得知瑞克放逐卡罗尔 一时无法接受 认为瑞克此举过于冲动 最起码等他回来再决定啊 瑞克表示自己也是出于无奈 到现在他都不敢把真相告诉泰尔西 冷静过后 达利尔似乎理解了瑞克的决定 达利尔认为该面对的始终要面对 于是带着瑞克准备将真相告诉泰尔西 不过没等两人开口 泰尔西就着急把他们带到一个角落 原来他无意间发现很恶心的事情 监狱中有人偷偷解剖老鼠不说 还把老鼠尸体供奉起来 泰尔西坚信杀死老鼠的变态 就是残害凯伦的真凶 正当瑞克告诉他凶手另有其人时 监狱突然被人袭击 来到外面一看 总督一行人开着坦克 浩浩荡荡荡来到监狱门口 总督站在坦克上喊话 要瑞克过去和自己谈判 瑞克表示需要监狱委员会开会决定 自己一个人做不了主 眼看瑞克不配合 总督连忙把刀女于赫谢尔压出来 没办法瑞克只好答应 孤身前去谈判 总督开门见山 要求瑞克带领监狱里的所有人 在日落之前通通离开监狱 否则就处死刀女于赫谢尔 瑞克心里清楚 自己手下一众老弱病残 离开监狱高强的保护 到满是丧尸的世界里 一定必死无疑 瑞克做出让步 表示愿意和总督的人分享监狱 这里牢区充足 两方势力生活在这里 也能做到井水不犯河水 瑞克一番话 让一旁的塔拉开始纠结 因为在他看来 瑞克一些人完全不像总督口中描绘的坏人 监狱内部 达里尔默默将枪支分发到大家的手上 随时准备迎接战斗 胡边莉莉坐在椅子上心神不宁 突然一只丧尸试图过河 这让莉莉瞬间紧张起来 赶紧掏出手枪做好防卫准备 所幸丧尸走到一半 就被湍急的湖水冲走 就在莉莉松一口气的时候 一旁玩泥巴的梅根却出了事 她竟意外从土里跑出一只丧尸 莉莉听到呼救声连忙跑过去 虽然枪伤了丧尸 但还是晚到一步 梅根不幸被咬伤肩膀 监狱这边 卡尔透过铁丝网想开枪暗杀总督 却被一旁的达里尔阻止 他让卡尔相信瑞克能处理好 一旦开枪 那么战争就无法避免了 瑞克一直企图说服总督和自己共享监狱 这样总督有些急躁 随即拿出刀女的武士刀 直接架到赫谢尔的脖子上 看到这一幕的贝斯等人十分紧张 谈判氛围也变得紧绷 瑞克看出塔拉态度不坚决 便问道 这难道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 瑞克极力想让总督的手下们改变主意 赫谢尔看到瑞克变得宽容 变得更像一个领导者 不由的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总督一言不发 但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如果让瑞克一直劝说下去 自己这一帮手下恐怕都要改变主意 最终总督一刀下去 砍断赫谢尔半个脖子 双方随即展开激烈枪战 刀女趁机滚到一边 割开手上的绳子 重伤的赫谢尔努力爬到一边 却还是被总督发现疯狂捕刀 这一幕被抱着女儿赶来的莉莉撞见 亲眼目睹父亲被害 马基姐妹只能一边哭泣 一边疯狂扫射敌人 总督接过梅根的尸体 面无表情对他脑袋开了一枪 一切发生的太突然 塔拉整个人都懵了 到现在一枪都没有开 总督杀红了眼 让米奇直接把坦克开进监狱 要把瑞克团队杀得片甲不留 监狱里脱腿的太多 大家眼看毫无胜算 便赶紧带众人撤退 马基让贝斯把幸存者带到大巴车上 自己则去牢房找虚弱的格伦 等到两人登上大巴却发现 贝斯放心不下马基下了车 马基只好将格伦安置在车上 自己下车找贝斯 混乱中瑞克找到总督 两人扭打在一起 马基找到鲍伯与萨莎 然而他们也没看见贝斯 鲍伯不小心被子弹击中 幸运的是子弹穿过身体 没有击中药还部位还有的救 马基本想带二人返回大巴车 谁知道大巴车这时候竟然开走了 马基与格伦就此分开 与此同时 落单的泰尔西被总督的人逼到菜地里 眼看小命不保 没想到丽兹姐妹突然举枪出现 出其不意杀死总督的手下 成功解救泰尔西 随后泰尔西带着丽兹姐妹逃亡 此时瑞克与总督依然打坐一团 瑞克被揍得鼻青脸肿 快要被总督掐死的时候 刀女在背后捅了总督一刀 看着重伤倒地的总督 刀女并没有补刀 要让她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瑞克着急去找卡尔 没等刀女就先离开了 最后父子俩团聚 但年幼的朱迪斯却不见踪影 看着血迹斑斑的婴儿床 父子俩伤心欲绝 可眼下不是伤心的时候 父子俩互相搀扶着离开了监狱 达利尔战斗力爆表 机智的利用丧尸挡子弹 一个手雷就轰掉了米奇的坦克 之后更是一箭击杀了米奇 这时贝斯和达利尔会合 两人结伴离开 炮火神引来了无数丧尸 监狱也在轰炸中被毁坏殆尽 重伤的总督迷迷糊糊 看到莉莉走向自己 意识到总督骗了所有人 莉莉用当初她送给自己的那把手枪 结束了总督充满罪恶的一生 监狱彻底沦陷 瑞克团队更在这次浩劫中被迫分散 他们还能相聚吗 失去庇护所的众人 接下来又该何去何从呢 就让我们共同期待 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吧 接下来的精彩